SCP2000JP是一個在電腦網路上活動的資訊智慧個體 也有如同家權的圖像外形 具有文字輸入框的使用者介面 可以通過輸入日語或英語及其他多種文件形式 跟他進行過通和資料交換 SCP2000JP對人類用戶表現十分友好 並且喜歡進行對話或被下達命令 他擁有相當於人類五歲兒童的智力 他有能力在電腦網路防火牆上挖掘出一個漏洞以突破防火牆 挖掘漏洞的時間和防火牆的安全程度成正比 產生的漏洞會在介面上形成一組帶超連結的無意義文字集合 可以通過點擊這些漏洞以追蹤SCP2000JP一層訪問的路線 SCP2000JP可以在其所在的電腦網路上自由移動 他會將對它最為重要資訊的所在區域當作巢穴 並且有從其他區域帶回資訊並保存的習性 然而他在處理資訊時會有很大機率將所攜帶的資訊咬壞 導致資料出現缺損 在SCP2000JP的故事中 因為SCP3519的效應導致了世界末日 SCP3519是一種魔音傳染 被出版物、視覺和聽覺媒體所攜帶 內容是相信世界末日將於2019年3月5日到來 並希望在此之前實施自殺 大量的人受到SCP3519感染而自殺 只有少數人成功活過2019年3月5日 SCP2000JP被一位名叫 《五條研究員訓練》執行穿遞資料的任務 採用SCP2000JP嘗試獲得被封鎖的SCP2000裡的資料 如果有人不知道SCP2000這是一個能產生大量人類 並在末日後重建人類文明的設施 這位研究員也受到SCP3519感染想自殺 卻在自殺前因為使用SCP2000JP侵入SCP2000 觸發了安保系統被汽體麻醉 意外地存活過2019年3月5日 知道了SCP3519效應的真相 最後五條研究員派SCP2000JP去突破SCP2000的防火牆 執行重建文明的程序 並將一封信交給新生的基金會員工 也就是看著文檔的你 信中寫著 如果你看到了這封資訊 那麼說明你就是新的基金會成員 而且你應該知道我們發生了什麼 我們失敗了 而正如我們失敗時一樣 這個世界會因為僅僅一絲的破綻而全盤崩潰 人類的歷史恰恰就是崩潰的歷史 你可能會覺得 世界也許正需要不規則 正需要不可能 然而不要忘記 我們人類沒有放棄 因而跨越了無數次崩潰 而你們正站在最前線之上 從今往後 你們將會面對各種各樣的異常 不論是新生的 還是過去的基金會曾經面對 未能處理的 你眼前的異常便是我所留下的 希望你能按照報告書 控制 收容 並保護它 在你拿走信後 SCP200JP不會消失 直到你點擊它才會笑著離開 跑到原本的圖片欄中 SCP346是一隻體型類似小蝙蝠的翼手龍 有非常輕的骨骼結構 它的軀幹擁有一層柔軟皮革質感的暗色絨毛 頭、翅膀與腿是螺露的 它在巴西的一家小寵物店被特購買下 項目的來源未知 寵物店店主聲稱不知道SCP346從何而來 它僅僅是從黑市上買了一些 據稱是某種珍稀種類的鸚鵡的蛋 其中只有一個蛋孵化出了SCP346 一些理論懷疑 在南美洲也許存在著一個類似SCP346的生物的巨大群落 身體檢查發現 SCP346已經成年 但似乎由於營養不良 與長期生活在一個狹小的籠子的原因 它的正常生長被阻礙 SCP346是雄性 被喜愛它的員工稱為Terry SCP346行為活動類似鳥與蝙蝠 在黎明與黃昏作為活躍 會再提供給它的空間裡非常活躍的飛行 捕食昆蟲 SCP346常在深夜裡發出叫聲 聲音類似鳥類與捏食動物 一些員工認為這很有趣 而一些則認為這很惱人 SCP2744是一隻據推測為家貓的生物 與包裹其全身的白布的合稱 貓的品種不明 其兩耳、尾巴和眼周有黑色皮毛 白布覆蓋了貓的身體 中心位於貓的臉部 白布在貓的兩眼、兩耳和尾部位置有開孔 使貓的耳朵和尾巴可以伸出布外 也使它能透過布看見外部 SCP2744的口碑布的布單上畫著像胡鬚的三條線 白布的四角位於貓的四肢應該在的地方 每一角都有墨學畫的腳趾 白布朝下那面四角處則各有一個爪印圖案 同樣看起來是畫上去的 白布在包裹SCP2744時成布規則形狀 但不論從哪裡測量 白布的各邊長都恰好是0.5公尺 貓的頸部有一條深藍色絲帶將布單紮緊 絲帶上畫著一個銀色鈴鐺 SCP2744不被白布覆蓋 就無法維持它的實體形態 雖然在包裹的狀態下 可以清楚觀察到SCP2744的兩耳、兩眼和尾巴 但一切觀察白布內部的SCP2744的嘗試都失敗 掀起白布觀察SCP2744的行為 似乎會導致它的不安 甚至激怒它 因為到目前為止它一直抗拒此類行為 SCP2744通過白布四角行走來移動 每一角的腳趾部分 折疊至爪印部分正好貼地的位置 當它正處於實體形態時 白布下看起來有貓的腳存在 在它移動時能從白布外 看出腿和腳的大致輪廓 徹底掀開白布會使SCP2744 立即進入非實體化狀態 白布會落到地上呈現完全平鋪的狀態 鈴鐺和絲帶會消失 經過一段時間後 SCP2744通常會再次回到布丹裡 絲帶和鈴鐺也會再次出現在它的頸部 如果將白布浸泡在液體中 SCP2744也會進入非實體化狀態 並且直到白布變乾才會回來 不論被浸泡在何種液體中 白布上都不會留下永久的污子 在乾燥過程中 液體對其造成的染色也會消失 從下向上觀察SCP2744的內部 會看到SCP2744的外型 變成平鋪在表面上的 帶有五個孔洞的一張布丹 如果從能同時看見白布內外兩側的角度 觀察SCP2744 將會同時看見它的平面和立體兩個狀態 導致觀察者輕度頭痛 該症狀可能並非一種異常效應 而是由視覺矛盾所引發 可以通過不正確的擺放白布 來將SCP2744困在非實體狀態中 如果將白布的爪印一面朝上擺放 SCP2744會無法回到實體狀態 直到白布的腳趾一面被扳到正面為止 在此期間能在布丹附近聽到喵喵的叫聲 叫聲會一直持續 直到白布被正確擺放 SCP2744回到白布裡為止 被困在白布外會對SCP2744造成很大的不安 它回到實體狀態後會趴斧很長一段時間 SCP2744不需要飲食 對提供給它的食物和水也不理會 但生鮮海產是個例外 SCP2744總是會接受並食用它們 食物在接觸SCP2744的嘴部區域時會消失 但SCP2744的質量並無明顯改變 煮熟的魚類和其他食物一樣會被它無視 一部分煮熟的海產品也同樣會被無視 SCP3042是一條有灰色斑點的白色小口 外觀上近似4到5歲的哈威娜犬 重5公斤高25公分 SCP3042似乎處在生理狀況的巔峰 觀察不到任何的傷病或病史 自被收容以來不曾睡眠、進食、飲水、排泄 由於SCP3042的異常特性 無法進行更多的醫學測試 SCP3042會對一個人類表達異常的喜愛 這個人會被稱為SCP3042之一 SCP3042會對這個人表現出具有侵略性的示好行為 他會不斷跳棋、填飾、輕咬、趴摸SCP3042之一 並對他玩耍性的廢教 即使遭到虐待或被嚴厲拒絕都不會停止 也沒有其他刺激物能將他的助力從SCP3042之一身上分開 SCP3042之一個體會產生驅趕、眼部疼痛、慢性疲勞、抑怒、頭痛、精神錯亂、記憶力衰退、沾望和癲癇 有研究員推測這些症狀並非異常情況 而是因為SCP3042的持續干擾 導致睡眠不足和慢性疲勞的結果 一旦SCP3042和SCP3042之一分開 SCP3042會立刻沿最短路徑回到SCP3042之一身邊 為此SCP3042能夠輕易地破壞任何最堅固的材料 並以極快的速度移動 SCP3042也能忍受驚人的物理傷害、毒藥、疾病和必需品的匱乏 研究上會發現有任何常規方法可以傷害SCP3042 刀槍、炸藥、毒氣都對SCP3042無效 SCP3042之一死亡後 SCP3042會以超高速向下一個SCP3042之一移動 並且時常會導致睡眠失效 目前為止新的SCP3042之一 都以某種形式對前一位的死亡負有責任 SCP3670是一個小型的外型類似貓頭鷹的暴枕 表面的類毛皮材料是玉米葉的一種異常衍生物 與項目的內部填充材料相同 SCP3670的異常效應會在一個人類用它睡覺 超過6小時後出現 當清醒時 SCP3670會試圖實現這個人在睡眠前有的一個願望 願望會藉由事物的異常生成或轉移來完成 以下是測試的簡略日子 測試3 請求 早餐 結果 一碗奶油玉米 與無膚質烤麵包 值得注意的是 受試者患有會妨礙膚質安全消化的乳米屑 測試9 請求 甜點 結果 一碗冷奶油玉米 配上一勺香草冰淇淋 測試11 請求 一杯咖啡 結果 一杯熱奶油玉米 蓋滿了牛奶 測試21 請求 20美元面值的美國法定貨幣 結果 一張因浸泡在奶油玉米中而損毀的紙幣 無法驗證紙幣的面值 測試35 請求 一些不是奶油玉米的東西 結果 研究員的食物配集被替換成了奶油玉米 其報告口味有點苦 測試43 請求一輛汽車 結果 受試者的汽車油箱中充滿了約39公升的高度壓力 加速奶油玉米 替換在他試圖發動機車時才被發現 測試58 請求 一隻狗 結果 一隻金毛獵犬的屍體 由於大量的奶油玉米顆粒堵在於呼吸道中 死因被認為是窒息 測試71 請求 逃脫的PoI-1928的位置 結果 在發現一份被留在研究員的語音現象上的匿名消息後 基金會特工發現PoI-1928在汽車旅館房間內死亡 被一部致民凶手所勒死 事件顯示其胃部充滿了總量約23公升的奶油玉米 測試99 請求 SCP-682的完全消滅 結果 參閱事故報告 赛19在玉米湧現事故後的內部結構完整性報告 測試100 請求 一碗奶油玉米 結果 一份專門一碗奶油玉米 一根不鏽裝湯匙 和一張寫給研究員的 寫著快點好起來的卡片的塑膠拓盤 以上就是五個可愛的SCP 簡單的說 SCP-200JP是一個有智慧的資訊個體 外型是小狗的圖片 在電腦與網路活動 可以通過對話框介面跟它交流 SCP-200JP故事中 因為SCP-3519導致的世界末日 SCP-200被封鎖 一位研究員派SCP-200JP突破防火牆啟動SCP-2000 讓人類文明被重建 SCP-346是一隻體型類似小蝙蝠的翼熊龍 被喜愛他的員工稱為Terry SCP-2744是一隻被白布覆蓋的貓 舉露出耳朵、眼睛和尾巴 無法直接觀察到白布下的貓 當把白布掀開後 貓就會暫時消失 變成一塊平鋪的白布 一段時間後 貓才會回到白布之下 SCP-3042的外表是一隻可愛的小狗 有能力抵抗大部分的傷害 他會選擇一位人類綁定 這個人被稱為SCP-3042之一 他會不停地以各種方式表達好感 當被分離時 他會以極高的速度前往SCP-3042之一身邊 沒有任何材質可以阻擋他 SCP-3042之一會因不停的干擾 導致慢性疲勞和睡眠不足 當SCP-3042之一死亡後 SCP-3042會以超高速向下一個SCP-3042之一移動 新的SCP-3042之一都以某種形式 對前一位的死亡負有責任 SCP-3670是一個小型的外型類似貓頭鷹的抱枕 由玉米葉異常衍生物製成 當人在上面睡覺時就能實現一個願望 但這些願望都會被奶油玉米污染 變成和奶油玉米相關 基因會用SCP-3670嘗試處決SCP-682 但造成大量玉米生成破壞的站點 其實會做這個主題 主要是想講SCP-200JP SCP-200JP是在日本分戰200競賽的獲勝作品 競賽的主題是變遷 SCP-200JP的互動部分真的蠻有趣的 而且很可愛 推薦大家可以到基金會的網站看看 這支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記得幫我一個喜歡 不喜歡的話就亂不喜歡吧 希望做什麼SCP的主題可以留言告訴我 就這樣 掰掰